我們希望也在這邊再次的呼籲蔡政府 蔡英文總統 蘇院長 還有說 民進黨 立院黨團的委員 這一票 不只是對 人民負責 也是對歷史負責 這些都會留下紀錄的 也不要忘記過去 你們自己所講的話 此時此刻 正如你們過去所講的 黨藝不要凌駕民意 更何況你現在是霸凌民意 民意是會反彈的 我搞不懂衛福部現在到底是什麼部 你到底是為誰 衛福部是要為人民 你到底是在為誰 從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來 衛福部不管告或不告 他考量的都是政治 並不是人民的健康 考量的也不是民意 考量的就是你的上意 所以 當你發覺有人批評你的時候 跟你意見不同的時候 你就用提高的方式 造成 含殘效應 那等到 發覺民意開始反彈 你又歸說 所以到底衛福部你要幹什麼 你到底要做什麼 我在這邊 奉勸 你只有一件事情要做 跟你的部會的名稱一樣 叫做衛生福利 為人民的衛生福利著想 才是你該做的事情 我們尊重 AIT的說法 但是我們也希望 美方 能夠了解跟尊重 台灣人民的立場 跟捍衛健康的態度 萊豬問題 本來就不是政治議題 它就是一個 健康跟民生的議題 民眾對於 自己健康的疑慮 跟關心 還有在乎 不是政黨政治能夠操作的 在乎在乎